- 沈大哥,這一路上的風景真是讓人大開眼界,好像我們真的來到了天上。 - 這邊微影的雲海更是鑽力無比,不過到了這裡,去乎沒有路可以再往前進了。- 是啊,看來這段壯闊的雲中道路,就只到此為止。而這城外方內圓之行的試探,要是莊嚴雄幻,應該別有用途。- 莫非,這是用來進行某個重要儀式的處所。 - 由這天原地方之隔,請月玄雲之勢看來。 - 若老夫所料不差,在天地之間這樣的地方,應該只有一個,那就是真凰與天地正約成器的風扇台。- 自古帝王,一向在五月之尊的泰山行風扇之夷,然後在山壁上樂食為祭,將經過在於史記錄,以傳後世。 - 莫非真正的風扇台,並不是在泰山,而是在這裡嗎? - 秦朝統一天下之後,史皇為求長生不死,而御行風扇。 - 諸臣為此,而杜撰風扇之意,便以東越泰山為尊,定為風扇之所。 - 傳為後世慣例後,反倒無人知道風扇台,其實位於他處。 - 所以老夫妄自揣測,這個位於隱居之頂的未知取所,才是真正風扇台所詐。 - 不知燕姑娘以為如何。 - 小前輩博之廣時,您猜的一點都沒錯。 - 這裡確實是三千六百年前天神弟子,為了聯手挽救青魂的天幕, - 與倫皇帝,即玄遠在風扇之意中,定天地之氣的風扇台。 - 而這蕭雲顛位於影界的陣中。 - 明荒竹林,會翠於此,上映東省西遙之聖,下成四極八方之境,任何去天地所需。 - 因此當時,朱迪挑選了此地來作為建造風扇台的所在。 - 蘭姐姐,你對這些了如指掌。 - 這麼說來,霸建與我之間的莫名糾葛,我們途中遇上了諸多冒險奇遇。 - 這一切,其實早就在你的意料之中了嗎? - 公子明見,妾並無虧天之能,也絕非故意藏私。 - 而是吩咐妾隨事於公子之策的那位。 - 她以神通遇見了將來。 - 正道公子此情,關係重大。 - 為了協助公子順利完成天命。 - 她向妾傳授玄機奧秘, - 講述天地各處其處異所。 - 已在途中為公子引入解惑。 - 這個人,是不是就是張娘了。 - 然而她也嚴密切,必須謹慎言語。 - 此機位置,絕不可找洩漏天機。 - 以免亂天碎的安排。 - 雖然她之前是裝風,就是假裝 - 因為那個地震才醒過來,然後對自己的身世, - 全然不知都是裝的。 - 所以妾自從與公子同行以來, - 許多事會莫如生。 - 又生怕自己不善失言, - 讓我的公子此行擔負了重大天命。 - 為此,一路上對公子多說隱瞞, - 還請公子恕罪。 - 這種小事,藍姐姐可千萬別放在心上。 - 若沒有你一直在旁陪伴, - 在我遇上困惑疑難時從旁指點, - 我就絕不可能走過這一趟奇想天外的旅程, - 來到這裡。 - 既然這裡真是風扇台。 - 夜龍軍前面他們之前所言, - 我的使命是收集五塊玉檢, - 帶著零件等三器, - 重行天地之氣。 - 然而這裡卻是空蕩蕩的, - 放不出接下來該做些什麼。 - 藍姐姐, - 莫非是縣下還缺了什麼? - 或是時機不對嗎? - 公子,雖然妾的所知, - 就僅止於這風扇台。 - 不過, - 相信天命已有安排。 - 此刻你, - 只需隨自己的心意而行。 - 相信這段, - 最後的秘密很快就會自己揭曉的。 - 藍姐姐說得對。 - 深大哥, - 反正我們已經到了這裡。 - 不如先到前面, - 瞧瞧那片廣闊的雲海。 - 我有種奇妙的預感。 - 或許在那之中, - 一切疑惑就會自然迎刃而解呢。 - 說得也是, - 我們就先到前面瞧瞧吧。 - 姚妹, - 看來真跟你說對了。 - 你瞧前面。 - 這, - 這是我們之前去過的引介四龍殿。 - 還有四位帝君大人。 - 還有四位帝君大人。 - 他們應該分處引接四方啊。 - 怎麼突然會此刻一起出現在這裡。 - 自然是為了這一刻。 - 而我們已經為此等待很久了。 - 自然是為了這一刻。 - 晚輩拜拜見眾衛帝君。 - 沒想到, - 會在這裡有此巧遇。 - 不只晚輩有何榮幸。 - 仍然是為前輩齊聚於此。 - 霸劍之主。 - 你應該明白自己所擔負的職責。 - 此機旋遠遠之後, - 仍是再無真煌將士。 - 當地若須懸了三千餘年。 - 上古的傳承習俗斷卷。 - 以致未盡的風扇大業, - 如今天地之氣的力量將盡。 - 除非人皇重臨風扇台。 - 以真能代表人世的零件, - 行風扇之儀。 - 與我等附位天地之氣。 - 否則氣中時天地輕回, - 人世將毀於一旦。 - 再也無可挽救。 - 而你今天終於來了。 - 雖然比喻定遲了一千年啊, - 索性總算趕上最後的期限。 - 如果只是再繼續耽搁下去, - 就算我們很有耐性等, - 恐怕你們也不會有機會。 - 風扇雖是至關重要的大儀, - 不過一來時間緊迫, - 二來, - 則會沒有大劫與女娲娘娘主持, - 而是由我們暫待行儀。 - 時期此刻已無餘遇, - 咱們不妨先省略那些防蚊入節, - 盡快開始風扇質疑。 - 不可讓這最後的機會時時交臂。 - 否則要是天地之氣, - 有了什麼閃失, - 我們四個可是等待不起。 - 於一地之間, - 不知這位兄弟以為如何。 - 師弟。 - 聖子倦, - 即使你是真煌的人選, - 在風扇之意與天地之氣乃至至重之密。 - 若可是先讓你得知。 - 若可是在心意之時, - 我們當面向你宣明一切由來死磨。 - 然而若本座所料不差, - 三弟已經擅自向你透露過內情。 - 便因此這回不多, - 多提席的教室, - 長話短說, - 直接進入眼前的正題。 - 聖子倦, - 對於本座如此拼移的形式, - 你可有意義。 - 正如前輩所料, - 晚輩卻曾探問天際, - 自知其罪。 - 於此, - 自是毫無意義, - 一切尊從前輩安排。 - 好。 - 那麼本座接下來說的話, - 你可得好好聽著。 - 此地位於三叔之印, - 明玄之境, - 也是天地兩見的交會之處。 - 在明矮定土初分之后, - 天神弟子與此共定太初之舉, - 代表天與地的雙方, - 在風扇之一所發的神式約起。 - 經這風扇台化為貫徹九一三見, - 維繫天地萬物的五方力量。 - 然而在三千六百年前, - 發生了不周三, - 崩塌的重大危局。 - 機學員因而得受諸錫止靜兩氣, - 借伏熙九一神見之位, - 以仁皇之尊登上風扇台, - 參與風扇之一。 - 立下天地之氣。 - 這天地人共結的神士之力, - 雖暫時維繫受損的天助與不情。 - 然而六死甲子之火, - 機學員於當初定月的神見儀儀。 - 唯有以真正代表人主的御式靈見, - 完成風扇之一的祭式人皇。 - 方仁以其威, - 重定天地之氣。 - 讓一切, - 代歸永世安寧。 - 天破之客, - 破載眉睫。 - 你得盡快完成風扇之一。 - 怕見知足, - 造化, - 早已安排好的一切。 - 只要你證明真皇的資格, - 你無須再度猶豫。 - 散前, - 乘風扇三氣, - 于三座之上吧。 - 說來惭愧, - 風扇三氣之中, - 晚輩只取得了零件。 - 但朱熹與子敬兩氣, - 至今复之雀弱, - 始終找不到他們的下落。 - 而缺而禁欲這兩氣, - 自伴晚輩無法完成風扇之一。 - 禁欲兩氣, - 負之雀弱。 - 本座應該沒有看錯。 - 朱熹與子敬, - 一直都在你身邊。 - 雖然, - 並非他們原來的模樣。 - 等等, - 莫非你到現在還被磨在鼓裏? - 該不會就是白霜瑤跟- 夜南京吧? - 請公子見諒。 - 都怪妾一直向你隱瞞此事。 - 姚妹, - 我們一起到前頭去吧。 - 該是我們上場的時候了。 - 請你立於公子的右側, - 只會我來說明這一切。 - 啊, - 是, - 藍, - 藍姐姐。 - 藍姐姐, - 聽你話中的意思。 - 難道你和姚妹是? - 公子前世與兩氣無緣。 - 天命嬰兒在今世做了巧妙的安排。 - 借本是兩氣中的紫焰神經, - 經由秘法借軀轉破, - 而過了人生。 - 姚妹, - 則是意外, - 樹欲凡胎而化誕到人世的諸明天行。 - 因此我們兩人一開始就擔負著輔佐公子的使命, - 也在造化之影下。 - 先後來到公子身邊, - 然而妾受命, - 掩守秘密, - 不過不能過早透露自己與姚妹的身份, - 以免途中多生辯故。 - 如今公子風善在即, - 妾總算可以揭開這個秘密。 - 而這形貌, - 真是滿意過常人, - 卻逃不過中衛帝君大人的法眼。 - 此刻有妾與姚妹的公子左右, - 又等同朱席紫禁兩氣其輩。 - 非請公子儘管安心。 - 妾與姚妹, - 必會盡雙氣的職責, - 全心全力助公子完成成績人世真煌, - 同定天地的大儀。 - 原來是這樣, - 我終於明白自己所為何來了。 - 怪不得這一路上, - 只要有蘭姐姐與姚妹在我身邊, - 我就覺得思緒平穩清晰。 - 宛如有無形之力, - 匆胖引導守護著。 - 只是我心性愚鈍, - 一直沒察覺到兩氣其詞, - 已在左右。 - 藍姐姐瞞得我好苦。 - 雖然我明白, - 這卻有必要。 - 那麼, - 咱們還是先回到正題。 - 別耽誤了真正重要的大事。 - 不過, - 以雙氣身份行儀, - 對你們不會有愛嗎? - 公子無需擔心。 - 請相信妾的安排。 - 一切, - 都會順利完成的。 - 眾位前輩, - 剛才這晚輩有所誤解。 - 三氣卻已備齊。 - 然而, - 晚輩才出血淺, - 未習以理。 - 生平不曾侵渡過眾議大典。 - 與這風扇之儀更是毫無止息。 - 還請前輩們指點引導。 - 在此的風扇之儀, - 並非凡是圖具形式的榮儀俗典。 - 而是朱祁與仁皇, - 在這風扇台上交換世次所定下的莊嚴神器。 - 行儀使得每句對答應諾, - 都會被賦予天地共振的誓約之力。 - 這至光重要的誓約氣文分別由我們四龍帝君保管。 - 當你帶著玉檢前來引誡正氣時, - 我們便以法力講明文刻上。 - 而這些明文只有在這風扇台上才會顯現出來。 - 此刻你取出五片玉檢, - 他們會自行拼合而成一本預測。 - 在這風扇質儀中, - 就由這預測來引導你說出正確的風扇器詞。 - 你只需依照顯現在旗上的明文回答應對。 - 明白了嗎? - 真不可思議。 - 果真如前輩所說, - 原本的五塊玉檢不知何時已成了一本神奇的預測。 - 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變。 - 好。 - 預測既然已經齊備。 - 那麼風扇之遺就此開始。 - 無奈東方青龍帝君。 - 奉禦領四旗於此, - 恭候成起天約之人。 - 如一凡身而能躍千刃之肖。 - 登此搖引畫境, - 必非尋常。 - 無等四龍帝君, - 長四方之名。 - 已見登此台者, - 於此溫辱之名。 - 有所為何來? - 有天似成職者申某, - 敢昭告於天地蒼玄, - 此前四旗帝君。 - 悉因神器未敬, - 某由造化引药降凡。 - 成命長人士, - 鎖助靈箭。 - 而途中多所波折, - 則由造化千隱, - 立千載之功, - 使成。 - 如今, - 三旗預測已備, - 某不負天命所託, - 當奉之以還。 - 並起四旗帝君, - 佩天作主, - 行風扇大儀, - 施政某立即仁皇之位, - 須神作重立天地之器, - 以赴三界之序, - 永殿萬事安寧。 - 無奈北方黑龍帝君, - 於此問自稱來寄仁皇者。 - 辱欲行風扇之儀, - 必以齊備諸喜, - 以紫禁, - 零劍三器。 - 當獻紫燕神禁於台前, - 代無見之, - 以正辱身。 - 功成此境, - 祈禹機真辨明, - 昭德隱道, - 歸還舉世, - 輔佐王爺四成其身, - 求以天移正之。 - 北方黑龍帝君, - 奉欲成器, - 於此神禁如所獻之禁, - 卻是三善器之一, - 子燕神禁無物。 - 無須以天移, - 君重正之。 - 乎乃西方白龍帝君, - 於此問自稱來寄仁皇者。 - 如欲行風扇之儀, - 必以其背, - 諸喜, - 子敬, - 靈劍三契。 - 當獻諸明天禧於台前, - 代無見之, - 以正辱身。 - 公成此禦, - 其禦受印寄作, - 登玉九雀, - 至鎮四方, - 威福萬民, - 似成其身, - 求以天移正之。 - 西方白龍帝君, - 奉玉成器, - 於此, - 身見辱所限之喜, - 却是三善器之一, - 諸明天禧無物。 - 吾, - 許以天移, - 君重正之。 - 無乃南方赤龍帝君, - 於此問自稱來寄仁皇者。 - 如欲行風扇之誼, - 必以其背諸喜、 - 紫禁、 - 靈劍三契, - 當獻人世靈劍於問劍台上。 - 歹無見之, - 以正辱身。 - 祭仁皇者身子軍, - 公文帝君御命。 - 此稱靈劍, - 余問劍台。 - 閃大哥, - 小心。 - 霸箭上似乎有什麼? - 這是。 - 霸箭上似乎有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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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子俊 看来你线上的零件并非完全为你所有 里面还留着一些残余之物 黑暗这也是造化于你的安排 不过唯有真正成为他们的主人 你才能完成风扇之余 为何他能传心指使笑音姑娘 甚至引导义父前往大梁城基 因为这赤宗神并非八剑之神的魂魄 而是犀烈的 前年后的我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多谢你将八剑带来此地 我得以靠强大的灵力从魂魄化醒 等待这许久之后 我终于能再一次把八剑握在手里 在一面转身为肖姑娘后 以便透过郑菌之音对她传心 并唯成赤宗神之名 因此她四处寻找方法 前往大梁城基 更到最后利用异父 杀了肖姑娘 以解除震魂之血的封印 然而你 恶罚重获的形体 依然只是残缺的鬼魂 你倒是一定留下的虚假影子 霸王项羽 你的梦已经结束了 此时此刻 我绝不允许你 妨碍我完成对一面的承诺 可笑之之 不过带着一半灵魂转身的你 又算什么 我可是霸王项羽 祖地继承神剑人狂 你却什么都不是 而你这经历转身的家伙 居然想取代我成为霸剑之主 而你注定的下场 就是在这霸剑之下 化为灰烬 我已经不在乎风扇之一 天地止气断绝也无妨 就让你与这无畏的人士 一起毁得干净 重启我的死 死死心界 既然如此 我们就在此一决高下吧 过去的我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霸剑之主 就在此见个分枭 假货 我就如你所愿 让你败得心服口服 哦 好可怕 哎他是不是回血 他是自动回血 我我我我我我我 嗨 然后再回血 巧我的 什么意思 他有什麼可以回血 是因為那個他剛放那個忘負莫迪吧 哇哼 哇塞 太可怕了吧 都現在的確比較強一點 啊 又來了 右甲森儀 贏了贏了 啊 啊 你看我的厲害 我看 後的假貨 難道 你們真的放棄我了嗎 霸王向羽 往昔的另一個我 一切就到此為止了 你的時代早已過去 這個延續了千年的慘忙 該做個結束了 你未經的使命與夢想 就由我來承擔 你安心的離開吧 不 我絕對不服 我可是霸王向羽 我才是真正的霸劍之主 長寄全命的 人世真華 攻城此劍 氣微服神魔 上達七影 下屏九州 傳以蓄名 似成其身 求以天意正之 南方赤龍帝君 奉玉成器 與此神劍 如所獻之劍 神皇浩然 魂灰揚烈 微震千里 卻是能與天稱風的靈劍 得登為三器之一 無須以天移 無須以天移 均重政之 西有古器 帝弘以 東皇劍 以六十甲子為期 成系天地 定九州之器 歷數千載 而氣氣已見 神曰將絕 天地之細日微 至九文漢洞 四境西離 清滅在即 今三器既得天正 請四軍 呈風扇之儀 授予天照皇赤 既地名 以上應七影 下 定四土 須太初之綱 赴三界之維 君子重立天地之器 某士表之成 其四軍共成之 北方黑龍帝君 北方黑龍帝君 天成天 受風扇之責 此政真皇帝名 謹遵太初三界之律 以此身代天 立約交世 共成神器 西方白龍帝君 天成天 受風扇之責 此政真皇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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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遵太初三界之律 以此身代天 立約交世 共成神器 東方青龍帝君 天成天 受風扇之責 此政真皇帝名 謹遵太初三界之律 以此身代天 立約交世 共成神器 如今 撲土 賦娃 你 贡商滿華印 千霄艾揚 大乔以睽違三千余齋 奉天命以形風扇 整心地 成印記作 四三氣 重定天氣 覆立三劑之系 沈月終歲 此見功成 前辈 就您刚才的祝辞 以及亮起的四道光柱来看 不但风扇之仪顺利完成 天地之期也已经重续 倘若如此 这段我从千年前 成父至今的使命 应该也就就此结束了 正是如此 有奈您不负天命 立万难而成就此业 只要进化宝山气 与真皇神座残存 天地之气变得永续持续 而你此刻已受散 成为真皇 之后要忙的事 可还多着呢 神皇之位虚弦至今 数千年来争乱心酸 立朝帝王随重 但彼等未成天命 立作浅薄 自然是无法成 承担自私的重任 而完成风扇的 记忆真君 自积薄源以来 唯你一人而已 天下万民 望至已久 你身为三千年来 唯一的真皇 自当立地名成座登基 赴起正皇统帝序 赴诸圣王道之责 实现当年身为霸子的 你一统天下 开创太平心计的梦想 一统人士 开创太平心计的梦想吗 为了祝你完成大业 同时也作为对新帝登基的庆贺 无等在此 恭候你即位后所发的出诏 并至上四夷之助 真皇的出招之力如同神愿 一经发下及传遍天地施方 只要此照不为天理造化之律 不论是何等艰难之事 无等都会尽一切所能力气实现 一招奉上真皇的成天之位 那一余前 请新帝就此宣旨即位 并发下出招吧 众位前辈 请出晚辈大胆无礼 与此另有其他想法 如今天地之气已重 已经重续 人皇是否登基发造 既非至关紧要 而三件方式恢复平静 此刻时无必要 让人士多喜动荡 况且登基发造 乃是关乎天地的大事 不许及其在意识 晚辈也以为 不如将此留待于后 堂路人士将来再起争乱俱阔 届时再动用真皇出招的天使之力 如此 岂非更善之举 难道你将此等天地之重的大事 随便当成恶夕抗胆 四弟 受着风扇的人皇 已经名列于朱祁之中 即使他对即位另有想法 亦得以神议论之 不可轻忽无礼 不过 三子卷 你这要求 着此大叔无等的意料之外 你曾是立志取得霸剑 成为人士之主的霸王项羽 历经生死的考验 与无数的磨难 终于来到这里 完成风扇记忆 此刻你却希望延缓登机发造 正乃大为你过去本心之事 甚至却 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你转而有此想法 但须 但须之登机发造 并非等闲之事 由不得你一个人的三子决定 而你 若拒绝成为真狂 就依然只是个现在的凡人之身 如此你不但得不到弟子 嫌疾 才有着不老不死的知乎 而关凭你现在的凡区 也无法完全支配 和发挥霸剑的真理 曾经梦想成为人士之主的你 为何突然要放弃这一切 为此 就算必须放弃这一切 也是晚辈非做不可的选择 你的心念如此坚定 肯定是有十分重大的理由 然而 我等身负正宜重责 你的理由 须得能让我等 同意才行 你此 不用多所顾忌 究竟是何缘故 就尽管说出来吧 晚辈当年亲身经历 情末的大乱 不能看到百姓森林涂炭 因此立志成为霸者 一统天下 以建立永久的太平心事 难过如今四千年之后 当今的时局 虽然说不上是其天圣志 但寿鸟之间休兵已久 四海生平 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如今百业兴旺 四方防农 天下的富庶 大欲空浅 即使此刻没有真狂在位 依然是千年以来 难有的太平胜死 而光平的恩皇霸见之威 未必能让赵宋与大辽 恭耸称臣 要强行从他们手中取得天下 自并再次掀起动荡 怒因者而大动干戈 往被认识的朋友们 就难逃 兵灾战祸 为了既已完成风扇 而毁掉这太平盛世 真的值得吗 这么说也有道理 此事确实 未必需要急于一时 难而风扇之威乃是上古错传 仁皇既印风扇却不登机发造 我等于允许如此大为先例之事 之后却要如何交代 请说晚达无礼 记得义父说过 仙力就是用来打破的 而风扇之仪至今不过两回 这回尚且可以仓促下简单行事 那么有晚辈在此立下这个新的仙力 又有何不可 晚辈以为 与其依循前递却冒着 结果燃料的风险 不如在此先尝剑淫味 等待将来人士真的需要真谎的时刻 就此晚辈必会登机发造 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天命 我同意他的说法 他的这些顾虑并没有错 但反正这回咱们只是代行风扇之职 这些事没能做个疗主 那么暂缓登机发造 也说不算是违反风扇的潜力 好 三弟已经发言 赞成推迟登机发造之举 四弟与五弟 你们与此 是否有其他见解 倘若人黄执意如此 以我等的身份 也不能强迫 你执枪持不下也不是办法 不如先这么办吧 我的看法 与三哥四哥大同小异 既然此刻不已长行 那么战缓将此事迎候 等待时机到来 一无不可 好 那么依在场重期之意 由本座代为作下结论 这回就依人黄所求 将登机发造赞言于后 留待将来的安排 陈子军 长多人是需要 真凰那一刻真正来临 无论那时你在何处 岂是天涯海角或九地深渊 你都也设法赶回风扇台 无等会在此 等你完成你的承诺 相信你不会忘记 自己所承担的天命 与霸子的梦想 多谢四位前辈成全 晚辈 一定会牢牢记住的 返回人世的引戒之门 就在你们来此路上的石亭中 那么之后 我们后会有期 神石军 火则应该称以为项羽 无等会看着 看到你成为真凰发下 粗糙的那一天 这漫长的一切 终于结束了 至少在此刻 似乎是如此 盛大哥 果然还是你的口才 与气势厉害 刚刚你与四位前辈 僵持不下 我还打算说不通 就打上一架 还好你最后说服了他们 真不愧是 记忆人黄呢 不过 你终于完成了这桩 史记千年的大夜 脸上却毫无喜色 我看得出 你在刻意隐藏 心中的怅然之情 沈大哥 你应该是 想起了萧姑娘的事吧 昔日的他 一直期待能看到这一刻的到来 今时的他牺牲了一切 助我完成使命 却没能伴在我身旁 或许 上天注定我们今生缘浅 但这终究是个遗憾 公子请宽心 他过去所负的罪 已经被你偿还 倘若上天慈悲 有所安排 或许孙道长那边 会有什么方法 不过 这得等到我们下次 遇到他的时候了 不过容我妄自猜测 其实 你是为了保住 这人世平稳的现状 所以才放弃了霸者之梦 选择藏剑隐蔚 我猜得对吗 何大哥 我想与此 你算是猜对了一半 我对龙京前辈们所说的 虽然都是肺腑之眼 但并不是全部 而我没说的是 现在的我 一点都不想成为另一个霸子 或许昔日的霸王项羽 早已被永远留在遥远的过去 为了重续天地之气 而再次转身回今世的我 则成了另一个人 在他再次离开的此刻 那个梦 已经不再有意义了 沈大哥说得对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沈大哥 你不需要成为另一个人 也不用继续背负 别人的梦想而活 萧姑娘的事 就先依蓝姐姐所说的 留在上天的安排吧 白姑娘说的是 沈兄弟 多亏了你做下如此选择 人世才得以重获真正的平静 也希望你能先放下这些遗憾 别再为此身伤 而在这之后 你可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继续四处游历 前往天地间最偏远的角落 寻找一个可以将霸剑妥善收藏起来的隐秘处所 沈大哥 你身为霸剑真正的主人 如今她好不容易才乌归原主 你不想将她带在身边 反倒要找个地方将她藏起来 这是为什么 杨妹 霸剑虽是真黄至世的王器 天下无双的神剑 但其威力过于强大 加上本性凶利 不但是难以驾驭之物 她的邪煞之气 也会为其主 招致燃满血腥的不幸命运 当年相语因为霸剑迷失自我 用她杀死于姬后致敬 而禁止以赴于萧姑娘 为她所获 结果两人最后都死于非命 我已经因为她失去了态度 不愿将她再有这样的遗憾 而霸剑虽然重回我所 但我以凡生完全无法支配她 将她留在身边 不但是个危险 那位邪徒所得 更是不堪设想 这最好的处置方式 就是找个隐秘之处 将她藏起 这些小前辈对于这样的隐秘之处 应该颇有所知吧 天地之间虽广 能掩藏霸剑锋芒的地方却不多 若要寻找绝对安全的隐僻之处 或许地界会是最好的选择 倘若如此 那个顽固的老家伙 应该可以帮得上忙 那当初九里的英雄汉天的霸剑 跟这个霸剑有什么关联吗 真不愧是小前辈 马上就想到了合适的地方 记得以前听师傅说过 地底深处有个地界 与人士两乡隔绝 又会极难抵达 因此没人知道那里是什么个模样 这么说来 莫非小前辈知道怎么去地界吗 应该说老夫的某个朋友 虽然他个性有些难搞 不过看在他过去欠老夫的人情上 应该能说懂他帮这个忙 如果各位都同意如此的话 咱们之后就去一趟川中吧 这个朋友是不是无音众 看来姚妹这趟地界之旅是确定的 小妹男姐姐也不会缺席 但不知道何大哥之后有何打算 是否跟我们走这一趟 请师傅说过 四川一美酒家要出名 更有许多风景名声可遇 小前辈可以一边找朋友 一边带着我们到处游山玩水 关子鞋就让我觉得这次川中之行 一定非常有趣 对 关我一个人这样想个不行 那么接下来该当如何 还是得由盛大哥和小前辈你们决定才行 姚妹与此不用多些 这云上的绝境虽美 却也太过苍凉 令人不思久留 既然川中之行已定 咱们就没必要再待下去 不如早点离开 踏上归途 而再回头 再次走过那条雾气缥缈的 萧云之道时 这段留下诸多感慨的旅程 也会像那段遥远的回忆一般 逐渐在雾中隐没 就此 真正的告一段落吧 没想到向来淡薄的申大哥 也会说出这种感慨之言 不过我相信 不过我相信 一切不会被我无所隐没 或许我们会再回到这里 在那一刻 我们仍会陪着你再次走过那条萧云之道 不过在这之前 还有川中的美食美景与低价的冒险 小前辈 带领我们前往川中腹地界之行 这样如何 公子既然有此御命 且自是心仁遵从 说不定孙道长灵犀相通 已经在颜真观等着我们了 不知何官人与小前辈 于此有何想法 听申兄弟这么说 我就想起开封的铁蟹楼酒店 咱们去那里 痛快喝他个两三天 尝尽卢掌柜的私房好菜 不过这样 该不会误了把霸剑 送往地界收藏的大事吧 还好 此事虽然要紧 倒也没那么急在一时 可那家伙行踪飘渺 老婆给花时间 要做出寻找他的所在 自己这趟路 咱们尽可悠闲地慢慢行去 无需多虑 盛大哥 既然小前辈都这么说 那我们这就走吧 在那片云雾的比方 还有另一道旅程 在等着我们呢 在那片云雾的比方 好接着了 那我们 他在这边留下一个很大的伏笔 那就是三部曲 啊 三部曲 希望后面的 这个战旗游戏 就是他们去地界的剧情呢 不会有第二个儿戏 也大有讲过了 雷狐 我们先看一下制作群 吼 然后先不看一下编剧 我看一下 那个妮口陈慧玲小姐也没有在这里面 因为他是环神节的编剧 哎真的哎下回以上部 没有特别写 跟天姐说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玩家参与哦 原来豆比鲨鱼哥 他有参与哦 陈欣 皇祖恩 哎我没有看到想要编剧 就这样 哦还有 升光骑士团 这应该是那个配音的 疑魂 总共有三把剑的 九一天准剑 然后七银霸剑 另外把剑 是什么忘记了 就是地的那一个 声音出演 有人是练 叶叉叶之秋 我猜效应应该是没可以复活了 那刚刚有又有一个伏笔 好像是啊 ا 很大 好像是啊 我在中间的剧情有讲到 特別聲音出演那些都是那個 玩家去應徵的 當初我有我有投稿啊 但沒有上 霸劍是霸劍不一樣哦 霸劍霄雲路 登登 結束了 非常感謝遊玩霸劍霄雲路 我喜歡你喜歡甚至於這段冒險旅程 我們下次見 呵呵 哦誰 凝千陽嗎 這個手套 生污名 呃凝千陽啊 這凝千陽吧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是誰是生物名啊是因千陽 因千陽吧 生物名你死啊 他有小前輩有說他在那個騎天塔看到那些光點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也沒有講 可能下一步劇情才會講就是買了很多伏筆啊 這是我們在結尾 這是我們在結尾 出現這一張圖 看起來應該是因千陽 啊 好笑 我覺得是因千陽哎 我想一下哦 我想一下 我們看看這個服裝 很像啊 對不對很像啊 但這把血黃霸劍 因為嗯 天下很尷尬的是說 黃森姐的編劇主架構是燕明商寫的 但是後續裡面的劇情是陳慧琳小姐寫的 所以夜大承不承認這件事情呢 呃我其實不知道 他會把他變成一樣的 這我也不知道 哎說不定 他把黃森姐那那一套漢天的鞋黃霸劍 他沒有把這個當成 當成正確的正式的設定 而把這個鞋黃霸劍當成 呃才是現在八天消耘路的這把霸劍 也有可能是這樣 啊我們都不知道我只猜的 我們下一步就可能知道了 對 但是看到八天消耘路最後那一張圖 假設他是陰淺羊 啊我們先假設嗎 異服 異服他是陰淺羊 然後手拿那把霸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推斷出 啊 神魔之尊傳劍血手拿的鞋黃霸劍 就是霸劍消耘路的霸劍 而不是還真血設定的那個霸劍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啊我猜的我不知道 總之 就是有了這個很大的伏筆 對而且 後面劇本又不是同一個人縮寫 所以你說 可能不會沿用也是有可能的 我只能這樣猜 假設他那個 那一個圖片是陰淺羊的話 我覺得像啦因為那個服裝就真的就真的是啊 這真的很像啊 然後神無名的服裝 不太可能是神無名的服裝 你也不是 好啦 啊希望大家會喜歡那個霸劍 霸劍消耘路的遊戲故事劇情內容啊 好 總之 謝謝夜明章給我們帶來這個遊戲啊 然後總時速哦 5小時哦 應該是這個吧 哎還是這個 差不多5小時啊 滿久的 然後74等左右 好啦 那個人覺得霸彈消耘路 你說有沒有刻骨銘心 沒有 沒有刻骨銘心 情緒斷的很突然 霸彈死的 霸彈菌也沒有非常的 讓我非常動容 難過的動容 沒有 因為畢竟 那是前世的記憶 他們在霸劍裡面 根本就沒有 相處的很久 然後跟白川瑤也沒有什麼 心熱戲份 也沒有 都沒有 大概是這樣 然後小前輩說的那個難搞的朋友 應該就是五音眾啦 我猜的 maybe 我猜的啦 啊那下一款遊戲要不要再繼續等七年呢 哦 我不知道 呵呵 對 我不知道 會不會再等七年呢 2030年 對啊 然後小前面的真身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然後和尚之 也沒有跟白川瑤 相認 哎 好啦 是不是這樣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 發生小雲路啦 當然啦 你說 小生你不是粉絲的話 玩這款遊戲 你坑你真的會覺得蠻無聊的 我必須 說實話 真的是這個樣子 但就是主要他這是做給來 老玩家玩的 那個心意比較多啦 好 好 那 發生小雲路的 那個實況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然後故事剪輯 我也再重新上傳一次 ok 好 大家就這樣子 那我們謝謝 我們的業大給我們這些粉絲們 是說一款八件小雲路 那我們在有生 有生之年 可以再看到一次 好啦 就這樣 我們期待下一部作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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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